今天是3月8日妇女节 今天的主题为 今年的主题为 女性崛起影像挑战 那首相发表现词的时候就表示 建议公共服务局及人力资源部 探讨扩大公共领域及私人界的居家工作便利 让照顾年迈及生病的家人 照顾新生小孩的妇女 在家也可以获得全额的薪水 她说政府不但以提供讲义 作为公共及私人界建立托儿所用途 更一直秉持着付权给妇女的原则 因为妇女在国家发展各层面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她说根据研究预测 在我国劳动市场增加30%女性参与率之后 每年能提升我国国内GDP7-12% 她坦言目前妇女仍被数项课题影响 包括偏见限制了妇女的角色 倾向成为家暴 家庭暴力和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 还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 此外国家元寿后 也在妇女节的这一天 提醒每一位女性要疼爱及珍惜自己 当一个伟大而幸福的人 她说一个快乐的女性 为周围的人散播快乐 那因此除了照顾家人 女性更重要的是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她认为尽管新冠疫情 带来巨大的挑战 但女性的力量显而易见 于今年的主题 女性崛起影响挑战相符 那因为女性们挺身而出 面对挑战 感谢观看 wanita yang bahagia sudah pasti mampu membawa kebahagiaan kepada semua insan di sekelilingnya